入階道這個問題 如果入階道問題的話 基本上當然 因為你如果不會 把入階道用公式或者用程式來解決的話 那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可能以後這邊點兩下 選起來Ctrl C, Ctrl V 如果不是透過公式幫你選資料取得 的話 那變成你要人工 如果用人工的話 那不得了 這邊有三千多筆資料 三千多筆資料意思是說你是不是要快點兩下 那總共要三千多次 然後還要Ctrl C, Ctrl V OK 而且你做完之後 之後可能每天都有資料更新 那你每天都處理這個就好了 所以如果假如你會 利用公式解決的話 那我們也許先看看 所以後來分析一下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找到規則 那理論上 這個部分我想到的跟前面那一題很像 就是 他前面這個字 所以第一個你可能要找一下規則 比如說廈門接 他前面這個字是什麼 區 後面這個字是接 所以我只要知道這個字跟這個字的位置的話 那我就切這個字的下一個字 有沒有 加1比較好 然後 知道這個字的話 把這個字位置 減掉前面字的位置 那就會 知道幾個字了 我想到的邏輯是這樣子 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來 統計一下 比如說這個 哪一個 路接道 的那個 前面這個字 你會發現區 這個又變裡了 有沒有 這個變成萬寧街 前面這個是零 然後中校東路前面這個又是零 然後這個又變區了 所以 底下 還有什麼呢 還有零 有沒有 所以我大概看了一下 基本上有一個比較大概的輪廓 其實 地址的規則 不外乎就是說 他可能有零 對不對 但是 很多狀況是沒有零的 所以 第二個狀況是 如果沒有零的話 那我們應該再往前推 應該是推的 再去 推理 有沒有 再去找到底 那如果沒有理的話 那一定會有區 區應該是 最後的一個防線 OK 不可能說沒有區 沒有區的話 那個資料是不正確的 那不管了 所以 錯的資料 你不用因為 這個 別人的錯誤 造成自己的麻煩 就當沒有 算了 OK 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別人的錯誤 是別人的錯誤 但是我覺得別人的錯誤 很多人會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 OK 所以就會越來越猶豫 像我老婆常常跟我講 我說 別人的事你幹嘛 跟你關於沒關係 然後就說 可是別人的事會影響到我 那你就當沒發生就好了 對不對 真一支點 逼一支點 這樣就快樂一點 對不對 你別人錯誤你每天都蓋瓜成瘦 那你蓋瓜成瘦 不完 OK 好啦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 日子要快樂一點嘛 所以我為什麼要把程式學好 就是我希望快樂一點 因為我希望趕快把事情做完 做完之後我就可以做別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上班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做別的事情 因為其實老闆反正他 他找你 這個時間雖然你只能在公司 但問題他不能限制說你做別的事情 除非他有特別要求 如果你都事情做完了嘛 對不對 那你也不要太誇張 明目張膽 在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應該也沒關係嘛 所以我以前就是想辦法 反正我事情就做完了 OK 那就沒事了 沒有我的事嘛 OK 那我該給你東西 我時間到給你 那沒有問題嘛 OK 你不可能說 我做完你還一直丟東西給我 對 那你就灌老闆 對 常常看到灌老闆 OK 而且 你拿香蕉只能 找到 找到猴子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就是 盡量把問題快速解決 所以 沒有零 就找零 沒有找零就找零 那就三分法 三個邏輯 好 第一個 前面的字 那第二個 就是後面字 我大概概括一下 不外乎是什麼 接 不外乎是什麼 什麼路 那不外乎就是市民大道 我不知道市民大道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就是路跟接就好 但看起來好像似乎 有可能似乎沒有 你們可以找找看 有嘛 有市民大道 應該沒有凱達格蘭大道 道好像還有個凱達格蘭大道 我說這裡面應該沒有 因為凱達格蘭大道 養德大道 凱達格蘭大道好像只有總統府 是不是 這名應該 不得了 如果總統府失竊的話 那真的是一個大新聞 OK 所以可能就是三種 如果說裡面有什麼捷運站 那個就是錯誤資料 那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他精確的話 你可能要把捷運站所在的地址 幫他修正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錯誤 一個bug 那就是承辦人 他這個物質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資料要統一 可是你不可能要求他面面俱到 所以如果這個資料不影響的話 他不可能是最多的 因為我們其實是想要找出 前10名就好了 所以他不影響的狀況下 那暫時不要管他 真的 因為你說真的你要管管不完 而且 如果你要把每個地方 細節都找出來 那你用公式絕對寫不完 你會寫非常冗長 那如果你真的要想要 遵求完美 那可能要寫程式 因為程式才有辦法寫得非常複雜 像這個地方就沒辦法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大概 練習 所以知道前面是 林里區 後面是路街道 好 所以接下來 你們如果要練習的話 可以先從有林的地方 先開始練習 所以我找到 F7 這個儲存格林 地址有林 所以我在H7的儲存格上面 先插入一個函數 用φ函數 OK 那φ函數的話 基本上就是找什麼 前面一定是找 找什麼關鍵字 找林這個字 所以我就打一個零 記得字不要打錯 零 OK 然後呢 零 好 那前後雙引號他會自己加 所以我就讓他自己幫我加 V10印的話去哪邊找 去F7裡面找一下 那他找回來應該告訴我第11個字 所以11有 當你上上填滿 跟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除非有零 否則 其他地方呢 都會出現 緊Value的錯誤 這個緊Value錯誤 大家前面講過 就是因為沒有零這個字 在儲存格裡面 而發生了錯誤 OK 那所以怎麼看呢 接下來 第二個呢 我們就是要 在第二層公式 就是告訴他說 如果你找不到零這個字的話 那請你去幫我找 李這個字吧 所以如果你這個敘述 你要把它變成公式 把它 產生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想到 邏輯判斷 而且喔 什麼樣邏輯判斷 有沒有發現 錯誤的邏輯判斷 所以喔 有沒有發現如果 還記得吧 如果有錯誤 我要做什麼樣 後續的處置的話 那你應該 記得有一個 函數叫 ifl 有沒有 那個ifl 就是說 如果 他假如有發生 上面這個錯誤的話 那我就叫他 繼續找李這個字 所以喔 公式怎麼做 一把這個 fine 零的這個公式 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第二的話呢 就是在 插入一個函數 找到邏輯 邏輯裡面有ifl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 當然呢 目前是正確的 所以沒有影響 可是上面會有影響 如果 發生錯誤 就像上面這個狀況 那你就再把 剛剛的公式貼一遍 然後把 0這個字改成 0 OK 那底下這個敘述意 如果 其實喔 如果找不到上面的0的話 那就幫我繼續找李吧 所以喔 下面這個敘述 再幫我找李看看 就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上上填滿 應該理論上 有李的地方 應該就會正確了 OK 向下填滿 應該下面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錯誤的越來越少 為什麼 因為有0跟有李的 還是蠻多的 那剩下就趨了 所以第三個 就是 如果 所以喔 這個時候其實 就可以從頭做了 因為 我們底下 反正就是最後一個step 就是 如果沒有0 也沒有李 那就幫我找趨的話 那其實跟剛剛 蠻像的 就是在把公式 這個時候我把游標放H2 然後把這個公式 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這個什麼呢 if where 那一樣把公式貼到這邊來 上面是 如果沒有找 沒有0 就是找李 那底下的話呢 那如果沒有0跟李 下面是 再幫我找趨 所以喔 再幫我找趨的話 實際上喔 不是就貼剛剛的功能 是再貼什麼 fine 瓜糊 里 0.f2 這個去數喔 然後再加一個後瓜 Ctrl C 把它貼到這邊來 其實貼的話 就是剛剛那個 就那一串喔 記得喔 貼的時候可能要貼個小字 fine 里 有沒有 0.f2 然後呢 記得後瓜糊一定要有喔 OK 然後把這個里 delete掉 改成區就可以了 好 好 這樣的話 就應該OK了啦 所以 理論上前一個字 應該就知道位置了 好按確定 點兩下 這樣全部都找到了 如果這個公式 我雲端上有放 如果你實在是 是 沒辦法完成的話 可以再參考 但實際上 他主要是 先用fine 有沒有 fine0 然後把fine0 剪下來 貼到if or 里面去 OK 所以我是建議啦 你不要自己一個 從頭打到尾 那真的很容易做錯 可是如果剪下貼上 剪下貼上 按照這個邏輯喔 其實 做錯的機會好像比較少 而且 比較直覺 你也可以 根據你的思路 去把這個公式 給做出來 OK 試試看 第一個 好那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我們做到這樣 其實已經越來越接近 結果 因為有頭了 那你說老師 尾巴那個字呢 尾巴那個字 其實也很簡單 其實你把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貼到旁邊這個格子 我們把它貼上 其實你只要把這邊的 零里區 改成 路接道 其實 就找到後面那個字 因為其實邏輯一樣 找不到 第一個就找 第二個找到第三個字 有沒有 所以以後啦 同樣的道理 以後如果你 假如說有類似的 你也可以 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如果第四個 沒關係 再剪再貼 再剪再貼 你管它有幾個 反正 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所以這一招應該還蠻好用的 主要就看你有幾個邏輯 應該就 蠻萬用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個叫 路 接道 OK 那我目前是把它分兩個欄位 當然最後其實我是建議你可以一次完成 我一次完成有點太 複雜了 OK 把它向下填滿 那如果有這個有這個的話 其實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就是插入函數 那你再用MID函數 MID OK 然後 其實這兩個 就是最關鍵的 OK 那MID的話 就是這個公式 這個地詞 那第幾個字呢 從這個 零里區的這個 加1就可以了 他的下一個字 那幾個字啊 就是把 後面這個字 減掉 前面這個字 按確定 有沒有下門階就出來 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但是我們是分 三個步驟啦 那其實是不是可以把它湊在一起 是可以的啦 可是喔如果你覺得說 喔老師這湊在一起太複雜 我沒辦法 沒關係你可以分開啦 最後其實你可以的 把這個欄位名稱 把它複製貼到追欄這邊 貼上 然後這兩個欄位 把它隱藏起來比較好 OK 但其實啦 但其實啦 要是我就不會這樣做啦 因為我覺得這樣感覺 實在是不夠專業 OK 最好大概一次完成的 所以 如果你假如 做出來 你希望做一次的話 可以試試看 OK 那這樣 分開來可能 你們會比較 要能夠看得懂 那如果你假設 你沒有辦法 一下子馬上理解 你可以分 三個步驟 最後其實可以把它湊在一起 變成 就是 最後的結果 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把它 全部湊在一起 那我們就會有 這個 哪一個路接道 如果有哪一個路接道 後面我想要知道 到底台北市 這個 失竊 前十名的道路 是哪一條 那哪十條 真的呀 哪十條 那我比較想要知道 是數量 到底它的數量 會不會是 有多少 差多少 不過後來發現 好像 第一名真的是 很 竊到 失竊率真的蠻高的 不知道為什麼那邊 失竊率這麼高 OK 是不是因為 有一些 特 特 有錢的嗎 可是 中南北好像因為 離捷運站比較遠 我發現好像慢慢有一點 沒落的感覺 就像天母一樣 有沒有 反而 以前我記得 很久以前 陳德路比較沒那麼熱鬧 但是後來因為 捷運的關係 離陳德路近一點 好像那個 商圈好像慢慢有一點點 轉移的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 以前陳德路是因為有鐵路的關係 好像比較屬於那種 就是什麼 有點貧民區的味道 中山區好像是 可是現在好像慢慢已經看不太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當然如果你要推救到底為什麼治安住宅這個發生的原因 可怕還要再自己去細細的去了解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慢慢再去了解 其實滿有趣的 所以如果你工作跟那個 這個治安有關 其實 也還蠻 蠻好玩的 有沒有 你要 去推救說到底為什麼這邊治安比較差 然後找出原因 並且去根治 這感覺其實 這其實挺有趣的 上班 當 他剛 寧琴方面 警察方面工作 倒也 也是 還蠻好的 OK 我現在去報告的人太老了 他們應該 剛才我一個想法是 我可以幫幫忙那個改善治安這件事情 OK 好啦 所以 這個請各位先試試看 好嗎